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肖战辟谣与李沁恋情,却向杨子吐露真情,在杨子面前笑贫贫贫 肖战面对李沁尴尴滑水,面对杨子笑贫贫贫 不得不说,杨子真是CP界的万能天花板 和小绵羊张艺兴世传闻中的情侣组合 因为此前两人被网友传出莫名其妙的恋情,被迫组CP 点名,但两人自从在相思小屋相遇,剧情的发展就变得有些不对劲了 小绵羊会把杨子称为自己的绯闻女友,还会为他砍柴,几乎什么重活都包揽了 黄磊甚至让一星考虑一下杨子 而杨子走后,张一星郁闷到成了杨子的空耳师傅,听到杨子就是杨子 毕竟两人的高田互动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 谁能想到,高冷的肖战一遇到杨子就频频下线表情管理 被这双眼睛嘲笑的感觉实在是不太好 你有多久没有遇到一个让你一见就笑的人了 这种心心相应的默契,真的会让人心跳加速 难怪肖战对杨子那么体贴和呵护,但是肖战并不是每个女演员都会这样 在于李沁的发布会上,肖战观看了他的表演视频 全程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但身体的晃动却暴露了他的尴尬 看别的女演员的视频也是这样,真的很像被逼上班的我 看杨子年度电影合集的时候,一直心疼 好像喜欢一个人,就是不愿意让他受到伤害 02.罗万恩公布肖战王牌力量战绩 获得五项荣誉,转型很成功 近日,海外知名人士罗万恩总结并公布了演员肖战在王牌战队中的辉煌成就 不知不觉中,肖战获得了五项荣誉,每项荣誉都可以属于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首次挑战军旅剧,所带来的轰动效应是肉眼可见的 而肖战的可圈可点也是肉眼可见的 肖战的转型非常成功,发挥空间也很大 罗万恩写道,肖战王牌战队2022年战绩亮眼 双年夺冠,荣获江苏广播电视年度电视剧一等奖 入选五一优秀作品项目,入围飞天奖入围精英奖 入选微软博世界大会观众喜爱作品肖战收视率和口碑都不错 演员肖战大战塑造了又一个经典人物,期待下一个肖战 这五项荣誉无一步体现了对王牌战队的高度认可 对演员肖战演技的高度认可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大家看到之后都非常开心 一开始,他们可能是担心肖战,生怕有人趁机诋毁肖战 因为他表现不好 结果如何? 确实是多虑了,肖战的表现从来没有让观众失望过 首次登上舞台剧《如梦似幻》,首次挑战《军旅剧》等 一次次突破,肖战一次次蜕变,所有这些都非常成功 总之,再次恭喜演员兼歌手肖战,肖战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也有很多值得发掘的闪光点 希望肖战坚守初心,勇敢前行,面对困难和挫折,永不言败 在肖战身边,会有小飞侠携手,不离不弃,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 肖战玉古瑶在上热榜,大神父来袭 肖战的玉古瑶在世界杯落幕的喜庆气氛中爆发,继而登顶热度榜首 玉古瑶首发海报 这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这部万众期待的剧集即将开播的氛围 从暑期档到寒假档,应该差不多吧 单集未播的剧集,就因为观众的热聊,频频登上热搜榜,也是奇迹 如今玉古瑶的预约人次已突破427.4万大关,超过了多部完结剧的观看人次 肖战的戏跟自己一样顶 正在热播的大剧群雄争霸,也挡不住这部还没开播的剧的热度 时隔玉古瑶最新海报和预告发布已久一路走来 大家从期待到顺其自然 但并没有推翻大家对肖战这个艺人的猜想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传书没有开始,他们不会突出显示 而是看着令人惊叹的高位移动部分 他们会忍不住点击他查看的冲动是否有什么振奋人心的消息 从盛夏的灼热到严寒,玉古瑶真的让人期待 号称古装美男的肖战在预告中极具个性 有这位严斗罗在场,其他人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玉古瑶是让你参与一场全员 优秀的狼吞虎咽的盛会玉古瑶的设想满满 近来,玉古瑶的连续胎动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要完蛋的气息 而这一次玉古瑶的炒作进度又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肖战作为一个天才,有很多身份 肖战自陈情令之后走红至今 就连不怎么靠谱的男主斗罗大陆也收获了无数好评 而军旅剧专家的力量人群有些受限的 玉古瑶是老牌人偶秀,人群基础广泛 不管你的观点如何,这都是命中的情绪 大家先别着急,等权威宣言出来 炒作进阶贴来了,其辰会不会落后很久 我们应该准备并邀请与我们不可思议的 诗英部长的无与伦比的爱情 与预期再交谈一次 肖战23日晚直播,如梦如幻两天换了两次 你的意思可能更清楚一点 想看会动的新肖战 放心吧,23号19点30分肖战直播 刚看了拉尔夫劳伦香味直播 没想到早早被笑笑粉跑下了一跳 肖战居然是粉丝 虽然肖战没有出现,但肖战的新料还是不少的 这是拥有更多支持的优势 超过30个品牌排队庆祝新年 气候怎么可能不乐观呢 作为一贯的高优先级计划 新年商品势在必行 之后的三年里 我们只是偶尔因为发生性关系才见到家人和同伴 现在不一样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小心打算开启过年模式 提前设置礼物清单 把吃喝穿搭都凑齐 干脆就选肖战当配绝霸 别胡思乱想过分强调了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 小心的大致周期是这样的 喝点苏米达水道 和信仰道做欧扎克古物 开上汽奥迪 去组织和伙伴分享意达和鸽子的典型 午饭吃一点 晚茶喝百事可乐 傍晚回家用双利人做晚饭 九阳做绿叶汁 开罐2IO和青岛啤酒 每每开腾讯视频看肖战 又或者是这样 每天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 用六神沐浴露清洁后 用欧莱雅精灵洗完头 刷牙 穿上消毒过的睡衣用 然后涂上润肤霜 使用YSL健康肌肤 拥抱温暖宜人的梦节美美入眠 第二天早上起床先刷牙 然后继续涂YSL沉间肌肤健康管理 然后防晒涂 化妆品用NARS 李宁大衣喷穿着 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是一位断水高手谱写的 足有30多处支撑 一个也不会倒下 牛浩珍说了这话 持续期待 然而 从各方面来看 他最近都在苦苦挣扎 这是谁 肖战主演的电视剧《如梦似幻》 原计划演出6天的《如梦如幻》 12月18日发出宣言 北京《如梦似幻》将取消20至21日两天的演出 好不容易拿到的票 一定是打折的 粉丝哭了好吗 尽管如此 可怕的消息并没有就此结束 19日《如梦如幻》正式再次声明 两位艺人因实际原因不能演出 必须换人 每天一个信息 抢票的人群都在颤抖 或害怕会有任何可怕的信息 这很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心只有一个字 《如梦似幻》 希望一切顺利 春暖花开之时 羊群游过 万事顺遂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